這段期間 國際疫情仍然險峻 造成疫苗市場的供需 有很大的落差 供貨也相當緊張 各國政府都窮盡能力 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 取得相當的疫苗 台灣也是如此 包括我在內 政府各部門每天緊盯 催促我們下定的 近兩千萬劑的國外疫苗 能夠早一天出貨 早一天抵達 這樣一來 國人朋友 才能夠早一天施打 早一天安心 也因為如此 近來很多熱心的宗教團體 企業 民間組織 甚至是地方政府 也幫忙找國外的疫苗供給 我們非常感謝他們的熱情議局 政府也會積極的來協助 今天稍早 行政院已經宣布 民間宗教團體 由內政部陳忠燕次長 擔任窗口 企業團體的部分 則由經濟部王美華部長擔任窗口 政府會跟民間共同努力 爭取到更多的疫苗 另外 疫苗供給的來源必須做好查證 確保來自原廠 安全 有效 合法 請大家放心 我們會跟所有來聯繫的團體一起努力 確保疫苗的來源可靠 安全 保障國人的健康 在這裡我要再次強調 政府很樂意跟民間一起努力 來確保疫苗是安全的 有效的 合法的 絕對沒有阻擋的問題 近來有些人對於國產疫苗的政策也提出質疑 我要跟大家報告 以現在國際疫苗的供給情況 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供給能量 就會處處受制於人 也會因為國際供需失衡而受到影響 因此 擁有自己可以供應的疫苗 是我們國家戰略的優先項目 也是世界許多主要國家正在全力衝刺的目標 疫苗的研發製造過程很嚴謹 有很多國內一流的專家都參與其中 疫苗是要打入人的身體 安全有效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我們絕對不會因為要爭取國產 就犧牲對於疫苗品質和安全性的要求 政府一定會依照國際科學標準嚴格把關 請大家放心 至於有人質疑有炒股不當利益的問題 我要嚴正的聲明 相關的財產申報資料都是公開透明 大家可以去查證 我們也做了內部清查 相關政府人員都沒有炒股的問題 如果有人提出具體的指控 歡迎提出證據 一定會依法嚴查 絕對不會容許政府決策公信力 遭受到挑戰 如果沒有證據 也不應該用捕風捉影的方式 抹殺許多專家投入研發疫苗的努力 各位國人同胞 過去一年多來因為團結冷靜 做好各項的預防措施 我們順利守住第一波疫情 面對眼前嚴峻的挑戰 如果我們爭執不休 驚慌失措 對防疫不會有任何幫助 從三級防疫警戒到疫苗大規模接種 此時此刻相互合作 團結一致是最好的方法 我知道大家有些焦慮 但是我要拜託大家保持冷靜 防疫工作很辛苦 需要中央地方不分朝野 政府民間團結合作 從爭取疫苗到有序有效率的大量施打 都需要所有人同心協力 一起來配合 才能夠克服眼前的難關 讓我們團結防疫一起守台灣 謝謝大家